一对青梅竹马的苦命鸳鸯 长跑了二十多年 眼看就要修成正果的时候 可胡雪岩却开始了疯狂作死 他前一秒还声称 如今自己万事不缺只缺锐锦 可下一秒就要再把锐锦取进门前 先给他立规矩 锐锦一开始还沉浸在满心欢喜之中 也没多想便满口硬承了下来 于是自信满满的老胡便悠悠地开口了 这一 在生意上 我不希望女人差 锐锦一开始还以为老胡这是在故意针对自己 在得知老胡对他所有的女人一视同仁之后 锐锦也便释然了 老胡趁热打铁提出了第二个要求 在我心里 我只看中你 可进了我家的门 就得先后有序 老胡希望锐锦进了门以后有什么事能给自己说 而不是自顾的耍小幸福 锐锦一开始还有点不情愿 还以为老胡是怕他乱了胡家的妻妾名分 老胡解释说他之所以这么做 正是为了两个人二十年来彼此的牵挂 毕竟他的母亲好不容易才松了口同意二人在一起 他们就得尽量避免落下画面 雷青 谁中 我心里自然有数 锐锦一听明白了老胡的用心良苦 自然也就欣然接受了 随即老胡提出了第三个要求 做生意的 走难闯北 什么样的场面都会碰到 至于 有些花红柳绿的事 你不要往心里去压 一听这话锐锦瞬间变了脸色 合着老胡正是在跟自己约法三章打预防针 老胡却表示他这只不过是把丑话说在前面 锐锦一开始还感觉有点难以置信 这话竟然是从老胡的口中说出来的 可是他却又不得不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江南俱赋呼血也 真是今非昔比 你跑鸡的时候 绸一卖两的时候 怕是想不出这种招法来吧 紧接着锐锦二话不说扭头便走 老胡立马叫住了他 还想再解释一番 可是锐锦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了 还是你家老太太看得透 老胡不明所以忙向锐锦询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知道 我不会进你们家门的 为什么 你心里清楚 我不清楚 可是我清楚 我什么都清楚了 锐锦表示他是一直想进胡家的门 甚至想得都快疯了 疯得连自己都不顾了 可是有些东西他实在无法接受 锐锦说着就要把船划走 老胡不甘心就这样再次被甩 在岸上急得满头大汗 他还想再争取一下 你不要把事情看得这么重 男人出去闯天下不是给别人看的吗 是吗 那么女人呢 女人又是什么 人家乔治庸一点也不比你差 怎么就不像你那么花心 只娶了一个媳妇呢 你胡雪妍可倒好 仗着自己家的房子大 这怕是在玩机油的吧 康熙都得不到的女人 他胡雪妍自然也没那么容易得到 眼看锐锦越走越远 老胡只能委屈巴巴地站在岸边苦苦哀求 我求你 锐锦 别回来 老爷 别再往前走了 小心 尸了你富贵的衣裳 就这样老胡再次被锐锦甩了 苏玛也又一次拒绝了悬疑 管你是皇帝还是巨府 老娘不伺候了 老胡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 虽然锐锦跑了 可他还有个锐锦的替身梦境呢 是个锐锦的替身分